大家好, 又到了我煲湯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西湖牛肉羹 听名字很高级, 但其实很容易做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牛肉四两, 玄西两棵, 滑豆腐一盒, 鸡蛋一只, 还有调味料 调味料有粟粉一茶匙, 糖半茶匙, 生抽一汤匙, 腌肉用 还有姜汁和酒各一茶匙, 腌肉用 另外有粟粉水, 埋芡用 粟粉水有两汤匙粟粉, 三汤匙冻水 搅拌均匀, 做粟粉水, 埋芡用 材料就是这样 鸡蛋只需要蛋白, 先处理材料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把牛肉洗净, 剁碎 加入姜汁酒和调味料 搅拌均匀, 拌均匀 10分钟 豆腐切粒, 芫荽洗净后 切碎, 蛋白就打出 蛋黄就留下来煮其他菜 现在可以来做西湖牛肉羹 煮了4碗水 1汤匙油 先加牛肉和豆腐 先加牛肉和豆腐 煮10分钟 牛肉尽量剁幼些 吃起来口感会更滑些 现在加牛肉和豆腐和牛肉 煮10分钟 煮10分钟 再加其他材料 豆腐和牛肉已经煮了10分钟 现在加其他材料 加了半茶匙盐 调味 现在加了粟粉 先加粟稠度 先把粟稠度 调味 先调味 调味 先调味 先调味 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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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芫茜 如果不喜欢吃芫茜 可以用蔬菜粒 滚多一分钟 加上蛋白就可以了 芫茜滚了一会儿 可以关火 关火才加蛋白 关火才加蛋白 西湖牛肉羹完成了 好吃又有营养 大家不妨试试做吧